你剛剛在這 你剛剛在這爬起來 你剛剛在這爬起來 好聰明喔 真的握手欸 等一下 握手 我真的 你看 你看他拍到另外一邊 拍到另外一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實話說得好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就怕豬一般的隊友 但是我們這次來 就是要找這個豬一般的隊友 在沖繩最有名的 我相信你上網查啦 或是很多那種書籍介紹啦 來沖繩必吃 除了苦瓜還有什麼 豬 阿古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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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古豬的這個雙 然後靴底要消毒啊 它在這個外面就消毒 還真的是消毒耶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耶 不是只是採水而已 好不好 可是他們對這個阿古豬 真的非常的認真用心 說到沖繩的阿古豬 就算你沒看過它的本尊 應該很多人都品嘗過它的美味 這次咱們則是要直擊 位於山區的阿古豬養殖基地 揭露阿古豬好吃的 配方究竟在哪裡 為什麼 為什麼它能稱霸沖繩豬戒 除此之外 更要請到專家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阿古豬要怎麼吃才好吃 哪個不會又是它的精華所在 如果你是無肉不歡的肉食主義者 千萬千萬不能錯過啊 市長這下面這個 就已經是阿古豬了嗎 這全部是阿古豬 阿古豬的飼料就是這個 阿古豬 所以六百年前 這個豬的原生種 就從中國引進到這邊 阿古豬的飼料就是這個 阿古豬的飼料就是 阿古豬的飼料 飼料就是飼料 飼料就是飼料 然後飼料 還有玉米粉 那裡面有飼料 裡面有飼料 裡面有飼料 聞起來很香耶 聞起來有很像什麼 有很像那個 我們吃那個米蕊 米蕊的味道 好吃的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10塊... 20塊 20塊 甜甜的 為什麼 所以要搖淋 你看... 你看就是爬起來了 好聰明喔 有沒有... 它剛剛原本都躺著 你看... 豬已經到這個口 我跟你講豬真的很聰明 豬真的很聰明 全部都躺過來了 有嗎 有... 跳下來了 日本有句俗話 是這麼形容豬的 除了叫聲以外 所有的部位都能吃 就知道他們有多愛吃豬肉 而阿古豬原本是沖繩 十分珍貴的品種豬 由於生長速度較慢 所以許多養殖戶漸不再飼養 使得阿古豬數量 曾經有一度銳減到全眾人 只剩下30隻啊 經過大家的努力 才讓阿古豬的血統得力延續 聽說這邊啊 有兩隻豬特別厲害 特別聰明 牠跟狗一樣 可以直接跟牠們互動 這個手也要消毒 好 那我這樣消毒完後 我可以摸牠嗎 可以摸牠嗎 可以摸牠 好 好 我跟你講 為了親近牠們 為了讓牠們覺得我們是牠們豬一般的隊友 我有準備秘密道具 你說什麼喔 小聲一點 這樣子 你可能覺得還不像 應該要先戴鼻子吧 再加上這個 對齁應該要先戴鼻子 豬一般就對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罵豬 我跟你講豬很聰明 我可以拿東西 拿什麼東西餵牠們 喔 沒關係 他們會吃了 你看你看 牠頭一拍起來 牠像狗狗這樣 牠會輕輕的把你 喊住你 不會 不會就是咬到你 牠拍了一下 哇 真的握手耶 好聰明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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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 我真的 你看 你看牠拍到另外一邊 拍到另外一邊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來 一定要給牠 牠這樣子伸起來 感覺很像那個 發抖 還是那種 那個什麼 那個 八哥 牠那種手很短的時候好像 牠拍起來 身體還要側一邊 來再一次 然後你看牠頭 你看牠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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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頭 然後跟著這一顆走 好乖喔 大家可憑看這阿古豬 好像跟一般的豬 沒什麼兩樣 但是 由於牠們的養殖時間較長 煤炭的產量也較低 所以價格可是一般 豬種了好幾倍喔 一公斤的阿古豬豬肉 就要好幾千塊台幣 更是被譽為全世界最好吃的 七種豬之一 然而牠究竟好在哪裡 又要怎麼吃 還是王道 別急 咱們馬上請達人來接你 阿古豬 好不好你看過這個 鮪魚的解體秀 斷面秀 有些人看過牛肉的解體 斷面秀 你有沒有看過阿古豬的 從這邊是不是 關節這個位置 有沒有這個位置 從關節這邊 接 喔這個也高手 高手 馬上下來 你可以看到牠這個關節的切面 非常的乾淨喔 他馬上也得關節把雞劍跟肉的部分割開 一下就 一下就整隻腿拿下來了 牠切開裡面給我們看 就是這一塊 有沒有看到 我們最愛的松阪肉 在台灣啊 這一塊松阪肉這兩塊 我們很愛 那一般松阪你們 你們像你們這樣 三地人啊 最喜歡吃 這整個豬裡面哪一個部位 我賣的不知道 還是三層肉 傳統的那個松阪料理喔 還是以三層肉為主 那這樣子這一個部位裡面 哪一個部位是最貴的 我把牛肉 牛肉 那最貴的是這兩塊 這一塊是 剛才那個 這個上面 背後的 然後這個就是腰內肉 好愛好愛 愛吃豬肉的朋友有福啦 聽咱們達人說 這阿古豬的豬肉 雖然香甜濃郁富含脂肪 但是 膽不成卻只有一般豬頭的四分之一耶 就算大隻特質也不用煩惱 對身體有過多的負擔 而除了大家熟知的各式豬料理之外 達人最推薦的吃法竟然是這個 阿古豬 阿古豬 剛才聽說推薦 最適合吃的就是 小布小布 這一邊是五花 這邊是鯉雞肉 但它那個鯉雞 其實油花很好 阿古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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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古豬豬 推薦的是油脂 很好吃的 油脂很好吃的 所以來這邊好不好 油脂一定要吃到 剛才我還想說 吃瘦瘦乾乾的比較好 來這邊就要吃阿布啦 誰關你怎麼瘦瘦的 好 OK 我們現在就直接 阿布小布 喔 滷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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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 阿古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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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最好吃的部位 幾秒 三秒 三秒 顏色換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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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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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水撕準備 OK OK 就是要這樣 有一點點 一點點 帶粉紅色 然後白白的 這個肉的顏色 就很漂亮 這不可以太粗心大意喔 你不可以整盤這樣飛下去喔 來一點點點吧 喔 油花整個在嘴巴這樣散開來 然後完全不膩口 吃起來其實是清爽的 真的是清爽的 很奇妙 然後吃下去你嘴巴不會覺得 油油黏黏的 我覺得這樣香不香骨皮 燒肉好吃耶 你要好吃耶 我怕是 這阿古豬的油也太厲害了吧 滑润順口又不油膩 保證不是大家想像中的肥油啊 也許沒吃過阿古豬的朋友 聽到達人竟然推薦一定要吃肥肉 不是很能接受 不過 只要親自來吃上一口 小幹我保證你也會愛上阿古豬的阿布辣啦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抽獎送好禮活動喔